简单回顾一下,那如果说上个星期的东西,假如说你不太熟悉的话,我建议回去还是要把它再花一点时间,那包含什么呢?像全程由于地址这个范例,怎么会有25个这个档案,有没有?从三重一直到凤山嘛,25个。 那其实我们要做练习就是说,如何快速的把这25个档案,快速的合并成一个档案,有没有?合并哦,那合并部分的话,其实程式并不多啦,大概好像保守就是十行程式就够了,而且还包含呢,前面三行其实是用那个Import OS嘛,有没有?OS这个套件,这个模组,这模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OS.work,对不对?OS.work,然后里面它会回传三个东西给我们,第一个就是它的主目录的位置,第二个是它这个目录里面有多少个这个目录名,就是指目录,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你指定的目录里面,它里面有多少个档案,那档案的话它会回传给你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名哦,还有副档名哦,因为如果你要开一个档案的话, 一定要完整路径,包含就是档名,也要副档名,如果你副档名没有给它的话,那一样没办法开启,有没有?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先给它一个目录啦,所以这个程式其实并不多,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就在第五个单元里面哦,这里,有没有?其实就是这几行,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就是用for,for后面要带三个参数,那这三个参数哦,主要原因是因为OS.work,它就会回传三个,所以你一定要给三个,它一定要这样对应, 如果你没有对应好的话,少一个都不行,ok,那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不然你就把这个当范本,以后的话照这样,照这样用就可以啦,哦,然后呢,后面你给它一个目录,它就会帮你把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通通抓出来,哦,那抓出来之后要做什么呢? 当然呢,它回传给我们就是,主要是这个,list1,也就是说会把档名跟副档名,回传给你一个清单,那这个清单里面就包含三重.tst,中立.tst,一直到凤山.tst,的25个档名,哦,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再跑一个for回圈,底下这个回圈哦,主要就是针对什么,针对上面这个list,哦,去, 把它里面所有的档名,哦,跟副档名叫出来就要做什么,哎,当然不怕,要合并嘛,所以先把它开启,所以呢,这边的话开启就这两行,把档案开起来,那开起来的话,当然哦,你必须要完整路径,所以完整路径的话呢,前面必须要跟他讲哪个磁碟,等哪个目录,哦,这磁目录哦,那特别注意哦,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问题是这个啦,后面可能, 尤其后面那两个,那个反鞋一定要两个,很奇怪,它这个串接,只要后面有个串接符号哦,前面的那个 推移资源,你一定就不能省略,还蛮奇怪,这个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之前 还蛮多同学就卡在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就串接什么,它的档名跟不档名,然后就把它开起来,开起来之后呢,后面用read,有没有, 就直接把它全部读,读到哪里呢,读到一个这个C的变数里面,那再来做什么呢,再来就是,就是把它写出去啦,有没有,那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用A模式, 特别注意,不用,不能用W模式哦,如果用W模式,它就盖过去,就只剩最后一个,哦,那所以用A,A就写在底下,OK, 然后呢,我们就把读到的这个资料,写到这个O.TST里面,但是后面我又多加两个换行,那这个两个换行主要是,为了说将来哦,我还需要分割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未来不分割的话,你不一定要给两个换行,你给一个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给一个换行哦, 所以会造成什么,你没办法分割,为什么,因为一个换行哦,其实在那个档案里面很多都是一个换行,所以以后你要再把它分割,哇,没办法, 所以这里不见得要两个换行,而且你可以给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个符号也可以,比如说什么,两个换行加一个小老鼠,可不可以,也可以啦,反正是,那个符号是很特殊的, 不会跟别的地方重复的,那就是可以用那个方法,我想这部分的话,可能要特别小,所以将来也许你们可以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案例啦, 其实应该蛮多的,工作上应该蛮多,比如说不外乎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这个全年度的报表,那可能你的资料都是月份, 那你势必就是要把月合并成年嘛,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再去做后续的报表,OK,那做完之后也许要再拆开来,把年再拆开成月的话,那势必又要再分割, 所以呢,经常会需要分分合合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开起来, 然后再把它写出去合并,那最后的话呢,就把它close掉,就完成了,所以跑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就完成合并动作, 所以合并你会发现,应该比想象中还来得简单啦,OK,那当然呢, 档案合并部分的话,其他程式也办得到,像VBAOK,只是说呢,写下来,程式似乎Python还是前短很多, 他几乎很多地方都不用写得很冗长,我觉得这已经算是相对轻简的啦,OK, 不过当然还是要写程式,只要牵涉到写程式一定会写错, 所以如果你担心写错啦,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留下来当范本, 我发现应该你们还蛮需要的,尤其是你没有常常在写的东西, 因为将来,只要程式忘记,你要重写,那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哪怕只是一个OS.work,你会发现,你就会花非常多的力气, 你想说,有些人可能会喜欢Google,没关系,你Google看看, 你会发现GoogleOS.work得到的结果,天哪,太复杂了, OK,而且其实不见得说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解答, 那怎么办,最好,如果有一个好的程式码,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将来的话,尽量就是使用它, 做一些变化就OK了,我觉得啦,这样会比较是学习程式的一个好方法, 它当然未来,可能在撰写程式会不会更精简,应该是会啦, 因为我讲过,趋势现在慢慢,可能就是也连程式都不用写, 我想抽率应该更低吧,可是呢,也应该没那么快, 我觉得那个趋势,但是呢,什么时候会把那个程式变得非常简单, 不知道,OK,总会有那么一天吧,因为像这种东西会越来越成熟, 有没有,然后成熟到某个阶段大家都会用了, 可是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换个角度看,当他还未成熟的时候, 他就是专业,等到他成熟的时候,大家都会, 那其实就是尝试了,那尝试其实也不是,大家都会了嘛, 那边你以后再学一些大家都不会的东西, 所以什么叫专业,我刚才发现,就是只有你或少数人懂的那些相关的知识, 可能后期才能称得上专业吧, 那如果说呢,人人都懂,人人都会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专业度可言,OK,所以怎么办, 还是非得硬着头皮,所以大家都不会的时候你会, 那其实就是相对的是比较珍贵的啦,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样,其他我有用到一个去判断说, O.TSD是否存在,为什么要判断, 因为呢,我们前面的合并是用A模式,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把那个O.TSD删除掉的话, 它就会把后面新的东西再放在下面, 它不会盖掉就对了, 除非你用W模式,但W模式又只会只留下最后一个, 所以怎么办,判断一下, 如果假如说档案不存在的话, 哪个档案呢,就是这个档案, 那就把它remove掉, 这个还蛮好用的哦, 所以将来假如说你要判断哪个档案是否存在, 你会用上面的判断, 那移除的话呢,就是 always.remove, 就是把那个档案给删除掉, 但你也不能乱删哦, 不然的话这个删除哦, 其实是救不回, 它不是说发那个什么, 资源回收筒哦, 你一删就全部不见了, 所以甚至这可以拿来写病毒哎, 有没有, 如果你把一个程式丢给一个你讨厌的人, 叫他执行, 然后你把它吸叠底下Windows的所有档案通通删掉, 你看会怎么样, 他可以找你算账吧, 因为等于是说你应该, 他重新开机的时候, 他就变成无法开启了, 为什么? 因为C碟底下有些东西不能删掉, 那把它删掉就完蛋了, OK哦, 那另外的话呢, 合并部分哦, 这个是最后我加上那个就是判断的部分, 是否档案存在, 然后最后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已经合并完之后, 再把25个档案全部通通删掉, OK, 应该有印象嘛,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所以如果细节假设还不是那么了解, 没关系你再回去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意思就是说啦, 其实你会发现虽然这三行, 其实实际上跟这三行很类似, 所以其实我是把这三行复制下来, 然后才会改动一下而已, 所以有些地方, 假设以后你要做的动作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想到, 有没有类似的程式可以拿来当范本, 所以以前有些工程师, 他为了说将来自己写程式方便, 所以他会做整理, 整理什么, 整理有一些叫做tips,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tips就是说, 这一段是做什么, 他就给他一个名称, 那将来他要找, 就把那个名称找到, 把那一段的程式拿过来, 直接就贴到他要的地方在修改, 这样OK, 当然OK啊, 因为很方便嘛, 不然的话, 你怎么不可能说记得了那么多东西啦, 所以你们可能要慢慢想一个方法, 因为程式越来越多, 那你们就要自己想一个方法去整理这些程式, 当然不是叫你把它背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这个怎么背啊, OK, 你背的了部分, 当然你要背全部很难, 所以想个办法, 把它放在一个你将来很好找的地方, 那我自己习惯是放云端啦, 或者是说像现在有些工程师是, 放在有一个平台叫GitHub, 就是专门放程式的地方, 当然也OK啦, 或者是你习惯放在哪个地方, 当然我是觉得建议是最好放在云端上面, 因为你手机上可以看, 电脑也可以看, 那千万不要把它放在Word里面, 因为Word变成在你电脑里面, OK, 我觉得放云端好像还似乎不错的方法, OK, 我是放在云端硬碟上面,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合并, 合并完之后再分割啦, 跟这样, 分割的话呢, 这边因为我刚之前有加了两个换行, 有没有, 所以我再用Splitter, Splitter就切割, 是有点像那个, 以Sail里面的资料剖析啦, OK, 那资料剖析它当然没有办法剖那个两个换行, 那这边我们是把它读出来之后呢, 再按照两个换行的地方把它剖开来, 那剖开来之后呢, 它会丢到前面的串列, OK, 也就是剖开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它分成26个, 26个这个清单内容, 26个, 所以会多一个啦, 所以后面为什么会简易, 因为它最后好像剖开来最后那个是空的, 所以我这边有个简易, 是上礼拜有讲到,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的话好像你, 假如说你用Python, 真的你不会用那个list清单的形态, 哇, 说真的你很, 以后很难处理Python,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你对那个list不太熟悉的话, 可能再花一点时间了解, 那把它分开来之后, 再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 一个一个把它存档, 那存档的话, 因为刚好它的档名, 会是在这个, 什么, 那个list里面的, 就是它那个文件里面的第16跟17个字,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子, 15, 冒号17, 那为什么15啊, 因为从0开始, 所以要减1, 那为什么17呢, 因为刚好是17停下来, 这个概念有没有, 跟那个range蛮像的, 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以后的话, 你要切哪个字, 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去切你要的字, 那我前面讲过了, 这个就跟那个, 什么, Excel里面的那个mid的函数蛮像的, mid函数, 有没有, 那类似概念, 但是呢, 它不是用函数, 它是用中瓜符来表示, 你要的是哪一个字, 冒号到哪一个字停下来, 停下来那个字, 不会抓, 所以它实际上是抓15跟16, 15跟16哦, OK, 但是因为从0开始, 所以必须的嘛, 再加1, 所以变成16跟17, 刚好16、17刚好就是, 我们要的那个挡名位置,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那个方法二, 这个另外一种方法, 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之外, VPA也可以用那个合并跟分割啦, 不过, 其实算起来, 看起来好像其实也没有比较精简, 这也许提供给各位, 再做参考, 那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是OS点Walk, 如果在那个VPA里面, 它其实是用一个函数叫DIR, DIR这个函数, 一样道理差不多, 它也可以帮你把某个目录的, 所有的档名付档名, 充分抓出来, 它叫DIR, OK, 其实是作用是一样的, 那回圈的话, 这边是用DoFi回圈, 一直抓, 它就一直抓, 抓到没有档案为止就跳理了, 所以如果兴趣同学, 自己再把这个, Sale里面VPA再Supportify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再来我们后面, 就延伸到资料库了, 所以后面部分, 那有关那个什么, 字典哦, 这个我想我们在网路爬虫的地方, 会用到Jason格式的时候, 再顺便讲好了, 为什么, 因为DIR跟Jason格式两边刚好是完全可以match的, 也就是Jason读进来, 刚好可以放在DIR, 它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资料库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有讲到啦, 所以资料库我们今天接着来看, 那资料库这边有相关叙述, 我们上个礼拜, 主要是讲到就是说, 写入资料, 有没有, 所以会有个范本, 范本的话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44页这里, 那我, 不过这里这个范例哦, 基本上它是怎么样, 它是建一个资料库, 名称叫Cursor01, 然后呢, 建一个这个资料表, 叫做Table01, 那也是一个资料库里面, 可以建无限多个这个资料表, 所以呢, 资料库里面放资料表, 那资料表里面有栏位, 有两个栏位, 那我再来就是利用一个方法, 叫InsertInto, 把两个资料给写到Table里面去, 那语法就是InsertInto, 跟他讲说Table01, Values就是放什么资料, 那因为我们run了三次了, 所以我其实这边程式, 基本上就是改过了, 第一次是放1号什么电话, 2号什么电话, 3号什么电话, 那最后呢, 我们再用那个SQLite Browser,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因为呢, 它如果run完之后的话, 这个档案会是放在我们的那个根木屋底下的这边, 其实按照那个日期排序好了, 这边就有了, 其实就是这个Cursor01.db,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SQLite资料库, 它其实上就是一个档案, 就是一个档案, 就有点类似像SS资料库一样, 它是一个档案, 只是说呢, 你没有办法直接打开来, 因为它打开应该run嘛, 它可能会问你说用什么称, 它不知道什么点db啦, 所以它这边, 它没有办法, 你用记事本开的话, 它会变这样子, run嘛, 好像有东西, 但是没办法看到完整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需要用另外一套程式, 在那个云端上, 我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用SQLite Browser, 这个database Browser, 然后直接打开来, 开启, 然后跟它讲说, 在我的c碟底下, 会有一个, 我的专案目录在这里, Python2021, 给它这个档案, 打开就开起来了,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有两个栏位, 这个是它的data structure, 资料库的这个结构, 那它里面放的资料, 我放了三笔, 一、二、三, 这边就看到了, 目前呢, 只有一个table, 只有一个资料表,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练习, 我讲过了, 今天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练习什么, 如果, 我希望呢, 可以把之前练习过的一个档案, 叫做member01, 这个, 所以你们确定一下, 在你的那个根目录底下, 有没有这个member01,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把它新增一下, 那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1号到50号的会员资料, 那50个会员资料呢, 总共会有5个栏位, 那假如说呢, 我希望哦, 用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 改一下, 把那个当范本,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每开, 所以特别是一定要切嘛, 然后切完之后呢, 一次读一个会员, 然后一次写一个会员,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这要怎么做, 也就是说, 我要把档案资料哦, 放到资料库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动作, 那其实没什么啦, 但是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你将来, 只要是外部资料, 要放到资料库里面, 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我是建议哦, 可以的话, 当然就是自己再多时做过, 那如果时做过之后的话, 建议可以稍微把它做个整理, 那以后的话呢, 你如果会用到某些相关功能的时候, 那就可以把那一段的程式拿来用了, 也许当然, 如果你够熟可以自己打, 当然如果你不够熟哦, 没关系, 你可以拿它当范本, 把它当一个所谓的类似像那个, 这个Tips, 有点像那个我们叫什么, 就是提示, 它程式自动过来, 然后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完成你要的那个结果啦, OK, 试试看好了, 那当然呢, 尽量不要说你已经学过程式, 你还要用图法链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啦,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工作上面, 假如上班工作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些功能, 你就再练习, 尽量利用一些案例, 然后呢, 把程式融入到你的工作里面, 这样的学习, 我觉得应该会是最好的, 因为你不断, 如果上班有用到的话, 反复在操作多个几次之后, 你会发现应该慢慢就滚瓜烂熟了, 也就不太需要特别去背它了, 试试看哦,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先把那个五十个会员, 先写到资料库, 怎么做,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做一个查询系统吧, 比如说我想要查, 这个会员里面, 比如说姓名, 可能我只知道他姓什么, 姓李好了, 帮我找一下姓李的, 然后呢, 或者是说他的生日, 可以做一些统计, 比如说我们这个五十个会员里面, 到底哪个年龄层最多, 或者血型哪个血型最多, 其他相关的东西都要查询的话, 假设说我今天要想要建立一个简单的会员查询系统的话, 那怎么样去做, 试试看哦, 建这个资料, 好